第四集 當個海盜在加勒比海上建造自己的城鎮 狩獵各種傳奇海怪 搶奪別人的寶藏 這些夢想 你都能夠在加勒比海盜戰爭之潮上實現 這款跟電影神鬼起航合作的戰爭策略遊戲 我們能夠建造兵工廠 造船廠等設施 逐漸升級自己的城鎮 組織海盜大軍 一步步侵略其他玩家的領地 搶錢 搶糧 搶娘們囉 厭倦打打沙沙的話 還能夠進入捷克船長的回憶 體驗這位傳奇海盜經歷過的偉大航路喔 由夢王國與沉睡的 100 位王子殿下遊戲團隊所打造的最新作品 在嵌涩的世界中與軍湧唱 又要讓玩家們少女星大爆發囉 遊戲玩法是簡單的三小遊戲 每輪有三次可以消除寶石 來增加同色角色的攻擊力 除了有技能可以使用之外 在BOSS 回合還會降下祈禱的結晶 只要讓祈禱的結晶降到最底層 就能夠一口氣消除大量的寶石喔 除了遊戲的玩法 另外最重要的當然就是配音陣容囉 這一次的聲優依舊豪華 像是松岡真誠 中井何哉 充滿魅力的聲音 都將陪伴你一起冒險 玩家們準備好讓你的耳朵懷孕了嗎 Arena Masters 決戰小英雄 是一款三對三的對戰遊戲 遊戲玩法分有比對手更快達成擊殺目標的生死戰模式 或是佔領兩次旗幟及獲勝的奪旗模式 當隊伍等級達到18級時 還會開放與殭屍玩躲貓貓的殭屍模式喔 另外決戰小英雄裡面還有所謂的遺物系統 每個遺物都可以帶來不同的強化效果 收集相同的遺物碎片 遺物的效果還會更加強化 幫助你在戰場上逆轉困境喔 而這些可愛又有個性的角色們 也都有特別的外型可以讓玩家更換 要怎麼取得 那就要多累積競技場硬幣才買得到喔 隱喻奇兵 Shadowland 是一款黑暗可愛風格的點擊放置型遊戲 在畫面上點擊左右掃蕩怪物並蒐集新幣 新幣可以學習技能、召喚機偶 不斷強化才能夠打敗越來越難的BOSS喔 另外背景不定時會出現鋪滿、贈禮師、兔子等等 這些都是新幣、鑽石的來源 可要好好把握 每100 鑽就可以召喚一隻新角色 每一隻角色的加乘效果會加總到攻擊力上 所以擁有越多角色就會越強喔 身處在殭屍橫行的末日世界 身邊還有一堆美少女高中生與你並肩作戰 師妹Z Girls 就是這麼一款香眼刺激的養成策略遊戲 玩家身為學員的新任指揮官 首要任務就是要建造和強化學員中的各項戰鬥設施 來抵禦殭屍的攻擊 同時也要指派美少女軍隊前往世界地圖殲滅殭屍收集資源 當然玩家們最期待的就是和美少女在閒暇時間約會互動 培養感情之後也許會發生意想不到的好事喔 快來體驗被正妹環繞的殭屍學員生活吧 由韓國Pictor Soft 所研發的勇者策略 是一款橫向整軸的動作遊戲 職業有三種可以選擇 分別是幻術師、幻域劍師和靈魂劍士 運用跳躍、閃避以及職業技能來通過眼前的重重難關吧 除了施展技能時有機會發動追加攻擊之外 還可以將各種靈魂幻影組合出個人專屬的連續必殺技 遊戲裡的關卡除了有各種大型頭目以及機關陷阱 還有隱藏的寶箱等著玩家來發掘喔 《戰武機娘》是一款戰鬥機擬人化的策略遊戲 玩家要扮演司令官培養機娘們到各地作戰 機娘們擁有不同的戰鬥屬性 隊伍最多可以有六位機娘同時出戰 玩家要依照戰略需求和敵軍特性 從四種不同的戰略隊形中選擇戰術 如果戰損了 每位機娘還會有精美的戰損圖喔 此外也可以藉由資源來開發新的機娘 或是和機娘們培養感情 喜歡擬人化題材的玩家們千萬不要錯過 快來跟可愛的戰機少女們一起作戰吧 在道具費不報銷裡 所有勇者都被魔王打敗了 為了求生存 貧窮的主角只好加入最後希望公司 公司每天零點會發放薪資 利用這些錢去購買有微量魔法的道具 再將道具砸向怪物 就可以對怪物造成傷害 但是戰鬥輸了或是逃跑 可是會被扣薪喔 所以出發前的準備非常重要 在商店裡買好買滿再出發吧 錢不夠時在旅店睡一覺就可以拿到薪水 運氣好的話可以撿到寶箱 或在戰鬥中發動幸運 就可以不扣回合數多行動一次 快撿起腳邊的石頭把怪物砸飛吧 黑騎士與白魔王是一款有著等待系統的RPG 遊戲 技能分為三種 角色技能 職業技能 召喚技能 這三種技能都必須要消耗 MP 或 TP 每個技能都有不同長度的施展時間 玩家必須一邊兼顧 MP 的存量 一邊指派正確的攻擊順序才能夠順利戰鬥 而隨著戰鬥累積 TP 玩家還能夠施展強力的無雙模式 來大幅縮減冷卻時間和 MP 消耗 如何安排等待的順序和動作 可是非常具有戰略深度的喔 受購刁明了嗎 貓咪咖啡廳能夠盡情的和奧客互殴 跟某某的服務生們一起經營店面 培養好感度可以更加了解他們的故事 清點客人可以簡單賺錢 出現紙箱的時候要迅速連擊 裡面的幸運貓咪會帶來大量的客人 偶爾也會有奧客來襲 遇上死纏爛打的奧客 可以用武力驅趕或是口才說服 成功時可以增加金錢 評價和好感度 輸了就得要受到懲罰 覺得迎貨咬時低聲下氣的道歉也是個方法 雖然凹不到東西但至少不會有損失 等到存了錢之後可以換店內佈置 來個貓奴限定享受一下被貓咪包圍的樂趣吧